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消息 进入有名优点靠 领取你的2022财富蓝图 来自黄永明的美国房地产投资一线知识和经验的分享 条理讲解后疫情时代美国房地产投资应避免哪些误区 更有黄永明的电子书成功之书免费赠送 包括在媒体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耸动的标题 在YouTube上面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夸张的标题和信息 人们会告诉你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了 实际上这样的标题我们现在已经再看到了 有人说Zillow已经讲了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了 这就是它的标题 那你看到这种标题你怎么去理解它呢 这真的是很多人口中所说的美国房地产的崩盘要来了吗 很多人已经讲了好几年 现在这个事情真的要发生了吗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些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拿2022年7月份 美国全国的房价跟2022年 注意是2022年不是2021年是跟同一年 2022年6月份的房价相比的话 是有下跌 跌了一点点 那些下跌的城市 如果你去看的话 平均跌幅是多少 平均跌幅是百分之零点六四 只有百分之零点六四 更重要的是 当你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你需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呢 这个所谓的下跌 是同比下跌 还是环比下跌 所谓的同比下跌呢 就是说 拿今年这个月份和一年前相比 这个数字是怎么样的 环比呢 是说 现在这个月份和上个月比是怎么样的 你拿今年7月份的数字 去跟今年6月份的数字去比 这个是属于环比 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什么 我几乎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进入到冬季 包括明年开春之前 你会看到环比继续下降 房价继续下跌 为什么 这是季节性的 不是说今年会发生这种事情 大部分的年份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夏季的时候 房价达到高峰 然后开始往下走 一直到冬季 基本上是12月份 1月份的时候 到了低点 那开春之后 这个价格呢 又继续往上走 每一年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呢 你拿一个月的数字 跟上一个月的数字去比 这个能告诉你多少的信息 其实告诉不了你多少信息 更重要的是 同比是怎么样的 拿今年7月份 或者是今年8月份的数字 跟去年7月份 8月份的数字相比 那今年7月份 美国的房价和去年相比 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是上涨的 虽然涨幅是有回落 但是仍然上涨了11% 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 基本上就是上涨3%到5% 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它能有一个两位数的上涨 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上涨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标题 耸动的新闻的时候 不要被它的情绪所带动 你需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它讲的是环比还是同比 第二个 你需要问的是 它讲的是全国性的数字 还是区域性的数字 因为如果现在 你去看美国不同城市的话 有些城市环比是有下降的 下降最大的达到2%几 圣河赛是环比下降幅度最大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迈阿密的话 那环比它还上涨了2点几 所以现在是不同城市 他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从全国来讲 就像刚才所说的 环比下降幅度非常非常的有限 非常小 同比上涨幅度其实是很大的 仍然是两位数的涨幅 所以你要去看 它所说的是全国数字 还是某些区域的数字 甚至在现在一个城市当中 不同的社区 它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社区 实际上房价仍然是以药价在售出 甚至是高于药价在售出的 有些区域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好 价格是在下降的 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 是市场的分化 并不存在美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 这是我一直说的 并不存在一个市场 叫美国房地产市场 只存在美国不同城市的市场 接下来你很可能会看到 不同城市的表现差异会非常大 有些城市房价确实是会回调一些 但是有些城市不会回调 它会继续上涨的 你需要问的第三个问题 是现在美国房屋的库存水平是怎么样的 这个数字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当库存小的时候 这个市场对于需求就会非常的敏感 一旦需求高的时候 马上价格就会涨上去 那现在我们去看库存 你会在媒体上看到一些百分比 说这个库存又增加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很大幅度的上涨 但是你要去看一下它的绝对值 就是现在在市场上 在售的房屋的总的数量究竟是多少 然后你跟几年前相比 跟所谓的正常市场去相比 你会发现离正常市场还有很远 现在市场上的库存 基本上是正常市场的一半 那你想 现在的市场它是不是一个正常市场 它其实仍然不是一个正常市场 它在像一个正常市场回归 但是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才能够回归到所谓的正常市场 正常市场是什么 是疫情之前的市场 不是暴跌的市场 是疫情之前的那个正常的市场 我们现在离那个市场仍然还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当你去问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真正的理解这些数字背后 意味着什么 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些很耸动的 很耸人听闻的这些情绪性的表达 我告诉你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会看到这样的耸动的标题 当你看到这些耸动的标题 你可能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感觉到被吓住了 我现在不能够买房了 因为房地产已经在崩盘了 第二种可能的反应 是我希望看到的反应 是真正的投资者会做出的反应 那就是你会看到这其中的机会 我很快会跟你讲一讲 这其中的机会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已经参与过 我前一段时间做的三天的赚钱大会 你会知道这当中的机会 我希望你已经开始采用 我在赚钱大会当中所讲到的方法 去抓住市场上的机会了 你学到的方法现在可以用起来了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想要把赚钱大会上 我教的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可以抓住市场机会的方法 整理成更加完整系统的课程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赚钱大会 不用担心不用着急 很快我们会有更完整的课程 拿出来给到你 包括我做的土地现金流系统 现在是非常好的去学习和实践的一个时机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在市场上会有以下三种机会 真正的投资者会看到他们 会抓住他们 一般人可能会对市场的数据感到害怕 尤其是看到新闻以后感到害怕就不敢动了 但是投资者会抓住以下三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刚才咱们说了 美国全国是有几百个不同的市场的 每一个主要的城市 其他周边的区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 那有些市场是好的市场 有些市场是不好的市场 当你知道如何去分辨好的市场的时候 接下来在房地产市场冷却 整体冷却的一个前提下 那么你能够有很好的机会 有一个窗口时期去买到这些好的市场上面的房源 用很好的价格买到 而后面等这个窗口时期过去了之后 它的价格会继续上涨的 这是从整体上来讲 有很多地区是会是一个好的买入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讲 你会有两种机会 有两类人 他们会以低价 把他们的房子或者是土地卖给你 第一种人就是这个业主 他想要去卖房 但是呢 他过于贪婪 他对于他的房子的价格 有一个不切实际的预期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已经变化了 但是呢 他的思维 他的认知还没有调整过来 他仍然想要以超高的价格 把房子卖出去 那你想 当他用很高的价格 把这个房子挂出去的时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就是那个房子会 sit on the market 就是待在那 卖不出去 那可是呢 有一部分业主 他其实是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他有一个期限的 就在哪一天之前 我必须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因为我要去做某一件事情 他要去做 什么事情不重要 因为人们生活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说我现在必须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 把这个房子卖掉 那接下来 你想 他一开始 把他的房子的价格挂得过高了 现在时间非常紧了 他必须在一个时间点之前 把房子卖掉 这个时候他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大幅的降价 所以这个时候 你能够以很大的折扣 从他们手上 把房子卖下来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人 就是那些 仍然没有转变思维 仍然想要把房子 卖一个超高价格的业主 并且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在什么时间之前 必须把房子卖掉的 这个你是能够抓住机会的 第二个是那些看新闻看太多的 就是刚才咱们说 接下来会有很多铺天盖地的 说房地产市场不行了的 这种新闻出来 那很多人他只看表面 只被这些新闻表面的情绪所带动 他不会去问刚才 我告诉你 真正的投资者 要去问的三个问题 他们会认为 不行我现在 只能低价把房子卖掉了 否则的话 后面我可能连这个价格都卖不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去给他出一个很低的offer 你是有机会 以很好的价格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 现在在市场上 已经在发生了 如果你还没有动手的话 你学习一下 我们教给你的方法 你现在去动手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 在抓住这样的机会了 现在这些机会 已经在市场上在出现了 这些业主 他们看新闻看太多 他们被吓住了 他们会以很低的价格 把房子卖给你的 这就是我们说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可以抓住的三个机会 你想要成为那些 被吓住的人 还是你想要成为那些 抓住机会的投资者 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 以为那种机会 我当时就在这个机会 我当时就在一个机会